輝剛你好 Chris 你好 嘩 很多錶 是不是叫集錶 多款選擇 好 有貴有貴 有不同階層的朋友 可能他們想找一些不同價錢的錶 Grand Seiko 我想兩三萬開始 去到五六萬 即是兩萬都沒有 即是三萬元開始 三至六萬 是的 帝陀就兩三萬 差不多 但是金錶當然 如果有金錶這些 定價計是十幾萬 一定要的 即是十字頭 是的 起碼見到十 但是來到永時就不是 可能跌到少於零 少於零 一萬多 那不是 不是 幾萬元 原本是六位數字 現在變成五位數字 五位數 五位數買到 五位數 會買到 再續續介紹一下 福哥 今天我坐地鐵 看到這隻山系有賣廣告 是嗎 在燈箱上 我一看 原來這麼熟口臉 公司也有一隻 是嗎 山系這隻 很漂亮的 這隻是綠面金針 6R機芯 然後 勁少少 做了一個內環 這樣 都是幾千元 是的 可以來看看 行山可以用 是 介紹多一隻綠面 輝哥 GMT Grand Seiko 很閃 很閃 還有有名堂 這是春天 是的 還有 High Beats GMT 全部厲害 是的 厲害 綠色面 很多 Grand Seiko 很多選擇 這隻也是 綠圈綠面 直正是 又是GMT Spring Drive 是的 然後還有綠色 你說Grand Seiko 有多少綠色 手動相鏈 也有 即是不同機身都有 手動 自動GMT Spring Drive GMT Grand Seiko 是不是很多選擇 都多 綠色來計 不對 就買了一隻 Seiko Seiko這隻綠色 還有 不止的 還有的 精工還有其他綠色 是的 你有什麼心意 輝哥 不如選一隻 這個 這隻什麼 精工 是 這隻 鮑魚 鮑魚殼 鮑魚殼 黑面 是 襯一條 軍 軍 綠色的帶 軍的這套帶 原裝還有多條帶 是的 兩條帶 這麼正 是的 我覺得這條帶比奧米加更漂亮 是嗎 奧米加也有NATO 它賣千多元 看看你如何配色 但我覺得 我拿上手 它的質地好像 不是很正 它積得 而且很厚實 它積得 它這裏是兩甲的 而且它一行一行 積得 質量很高 材料很漂亮 即是這條帶 當然 錶頭也不差 是6R機心 還有 黑色是有紋的 是的 還有那些夜光 你看到 是做了黃色 是的 黎黃夜光 黎黃夜光 是的 其實都是幾千元 幾千元有交易 它定價是9千多 那再談吧 是的 精工都抵患 我覺得 畢竟都是潛水錶 第台有什麼選擇 第台有兩隻 是嗎 兩隻 是不是GMT 沒錯 一個是金鋼 一個是全鋼 是不是都是2萬多 至3萬多 這些範圍 是差不多 大概 金鋼的比較貴 是的 一個月糧便足夠 可以買到 是的 都是3萬多 附近 是的 到時再談吧 是的 但是你知道有這些款式吧 是的 甚至乎 但是它的顏色不同 這個是紅藍圈 這個是紅藍圈 這個是黑紅圈 是的 但是它這個紅又不是這個紅 它不是鮮紅色來的 它好像瘦紅色 不過現在流行黑灰圈 是嗎 黑灰圈 就是黑一半灰 是的 但是它又不是很灰 它又 很特別 是的 紅貓 紅貓 紅貓不是紅色的 是 是 黑白色的 是的 所以它就是黑白 是的 統稱來的 沒有所謂的 或者它是白底 黑圈 反紅正紅都不一樣 黑底白圈 這隻很漂亮 是值得玩 二萬八 這隻是值得玩的 畢竟都是KONO Omega 你浪琴都要差不多 真的 你浪琴或者KONO 都要兩雞 是的 Omega Coexo機心 你多幾千元 是的 有Coexo嗎 沒有 浪琴也沒有天台 沒有 浪琴、KONO有沒有天台 浪琴、KONO天台 沒有 它是三針才做 KONO哪有 KONO七七哪有天台 很少 不同的 這隻是值得玩的 輝哥 如果 這些平時帶好 通常 譬如有些大時大節 阿妹結婚 你沒有理由戴這些 又戴這隻 又戴這隻 戴好一點 當然 阿妹結婚 你沒有理由戴 帝堂 然後戴金錶 斯文一點 勁一點的金錶 是的 Granseco也可以 Granseco有金錶 不過貴很多 是的 但這隻真的值得玩 這隻真的值得玩 級數和Granseco一樣 但Granseco的金錶 也有二十幾萬 定價 但這隻是值得的 這件也是金 手動機心 很漂亮 金橋也是金橋 真的金橋 不是三金橋 這個叫一金橋 一條金橋 是金鶴 這個就是針扣 針扣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 成本反映了 其實針扣都可以 不一定要接扣 還好 因為你可以攤出來 欣賞機心的背面 是 很棒 做了一個透地設計 很有特色的鶴 這個鶴 這個鶴也很有以前那些 六七十年代 拱形鏡的格局 對拱形鏡 還有這個面子 你也看到 是有些直車紋 我們叫Straight Line Engine 那個叫直推 其實都是Gilchet 不過這個Gilchet 就不是Roll Engine 不是轉的 是直推的 是的 其實都是Gilchet的一種 沒有夜光 沒有夜光 是的 因為斯文標 是不需要有夜光的 是的 真的 真是正宗的Dress Watch 格局 好 這隻 其實我又不可以叫它 Dress Watch 因為其實 它真的叫做 Sea Master 105米的防水 金標來計 超過100米 其實都是厲害的 是 其實有100米都是厲害的 那這個更厲害 更厲害 更厲害 比一般R字頭的牌子 105米真的 有運動的風格 防水是有回到深度 足料 即是無論是貴金屬 你看到很厚 很大 43 43即是僅次於Panerai 就是Panerai 一般的標準都是44 是 它是43 哇 還加上接購給你 哇 Panerai金標 都是沒有接購的 嗯 所以就很划算 是呀 那當然了 折了其實都不貴的 雖然定價要十幾萬 那麼機芯又漂亮 是不是 又有金 那麼這隻呢 嗯 再談吧 不用十萬的 十萬元不用 十萬元有抓了 有抓了 是吧 抓了一點 是呀 不是很多 因為始終是貴金屬 即是不可以打都可以看的 即是有一個價值 起碼物料本身有價值 是 機芯本身有價值 是 你拆它的金鎖去賣 都值一點錢 那個殼都是錢 是的 那個殼都是錢 那個扣也是錢 那個扣也是兩萬多 是啊 是吧 那一定是有價值的 就算不是牌子 不是機芯 不是機械錶 本身有金 雖然是18K 是啊 是啊 18K都不差 是吧 即是75% 是啊 錢來的 錢來的 一兩金多少錢 逐金 是啊 18K都絕對不差 那麼多舊金 有興趣朋友來到永時 我們在尖東半島中心 去看看 商場G75號鋪 商場G75號鋪